亲爱的们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首届走礼小酥肉厨一大比拼 接下来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两位参赛者 老大媳妇 请问你有信心赢得这场比拼吗 那当然 我吃过的小酥肉没有20家也有15家 我肯定能复刻出饭店的味道 二招就等着瞧吧 老大媳妇 你有什么回应的吗 婆婆 等我做好了 你们穿一下就知道了 两个儿媳妇都是信心满满的 那我们就等待结果吧 把肉切成这样的形状 做小酥肉最合适啦 葱姜水 料酒 酱油 盐鸡精白糖 给它抓换均匀 腌制20分钟 碧瓜粉 面粉 你准备那么多粉吗 不麻烦啊 我一包小酥肉装用粉就搞定啦 调成这样的糊状 能拉丝就可以啦 再加点剁碎的葱花 腌制好的肉 裹上刚调好的脆皮糊 就可以下锅炸啦 婆婆 你快尝尝看怎么样 老大媳妇 好好吃啊 好吃吧 葱姜 你怎么做得那么快啊 我有小妙招啊 婆婆 你也尝尝我的 好 不够脆 而且啊 还太咸了点 鸡眼小子 你看吧 我就说我做的肯定比你的好吃 你怎么做的啊 我用的可是小酥肉装用粉 外面很多火锅店 饭店都在用它 按我刚刚的方法用来炸鸡翅炸鸡腿都可以 那不便宜吧 不会啊 以前9块9发5包 现在直接发10包了 我放在下方啦 有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去看看 小子怎么样 服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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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明天你和婆婆来个厨艺比试吧 好啊 你是想做等吃美食吧 我才不会让你得逞 嘿嘿 没有没有 怎么会呢 我这么勤快 力度怎么样啊 好好好 就你鬼机灵 嘿嘿